大家好,我是英哥 这是我前两天做的葛根粉 现在经过两天的沉淀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我把上面这个水就把它舀出来 水里面还有一些粉 待会用管种再把它沉淀一次 现在我们的粉已经沉淀好了 待会就可以把它弄来晾晒了 看,特别的白 这个就是前两天泡的管种水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 待会儿插在这个粉里 用来过滤这个粉里的茶汁 这个酱油 打酱油 下汁 加进去,然后搅拌一下,让它待会儿凝固一会儿,然后就把上面那个粉就分离出来了,让它等个一个小时吧,就差不多了,现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沉淀了,刚才我们把那个管子水加里面了,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,这个沉淀了那么久,好像今天这个粉还是没分离出来,但是里面有粉,可能不多,你看,这水还是灰白色的,说明 它里面有粉,但不多,可能是因为这里面杂质太多的问题,没把这个粉给分离出来,如果再沉淀的话,也可能会沉淀一部分粉出来,但是这样的话会影响我口感,所以我决定这一桶就把它倒掉了,不要了,我们要做就要做最好的嘛,做好的最好的品质,所以这个杂质太多了,我们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哎呀,时间浪费了一桶粉,但是也没事,反正我们要做最好嘛,现在把这些桶洗一下,甚至甚至吃晚饭了